欢迎收看HOPE TV希望健身房 我是凤叔 哎呀我们这个很多矮友 在前两天治疗的时候真的很辛苦 可是活动度跟柔软度还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欢迎50家健身会的 Kennis教练为我们解答 为什么在这么累的情况之下 还是需要动一动 让我们来欢迎Kennis 欢迎 大家好我是Kennis教练 我记得我爸那时候刚开始那两三天超可怜的 尤其是第一次化疗回家 几乎是站都站不稳 可是医生就有特别交代说 还是要在家里面这样走动也好 所以他那时候常在客厅这样走十圈二十圈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是需要运动 化疗的副作用啊会有贫血 然后癌痰性疲劳 然后肠胃吸收变差 体重下降 这样你的体力会越来越差 所以你希望还是要维持适量 但不过头的活动量 体力稍微回来之后 是可以适当的出去活动对不对 对但是建议循序监进 今天是不是在教我们一些关于活动度跟柔软度这方面 可以增强这些效果的运动呢 是因为当身体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的关节啊肌肉都要有足够合理的活动范围 你才有办法操作接下来的肌力训练 来慢慢增加你的体力与肌力 对因为这个抗癌是一个过程 化疗也不是一次就做完 不过后面会越来越好 所以前面储备这些能力是很重要的 是的没错 今天要带来柔软度跟活动度的训练 我们来看看 我们接下来操作弓部下压加转体的动作 这个动作同时训练激励以及增加活动度 首先单脚前脚一定要保持垂直于地板90度 接下来我们会吸气胸口慢慢接近地板 来吸气往下 来吐气回到原始位置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拉弓箭的动作 吸气吐气手拉弓箭 很好来回到原始位置 来吸气胸口往下 来吐气推回来 来吸气 来吐气很好 这样子我们总共操作10次12次为一组即可 上个动作没问题后 我们会挑战进阶的版本 会使后脚膝盖抬于地板 离开地板 接下来没有问题一样 吸气胸口慢慢靠近地板 来吐气慢慢推高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拉弓箭 吸气来吐气拉弓箭 胸口会做一个旋转 我们现在操作的动作是青蛙伸展 这个动作有助于放松你的髋关节内侧 减少下背疼痛 首先要找一个地面稳定 不会过于柔软 手肘下面放两个垫子或毛巾都可以 首先手垂直于地板 肚子略微用力 大腿内侧要稍微压紧地板 没有问题 吸气之后吐气屁股慢慢往后移动 到你紧绷有伸展到的位置 停一秒 来吸气往前 对大腿内侧的力量不要放掉 来吸气吐气往后 很好来吸气往前 一个动作操作10到15次即可 现在操作鼓式投机的伸展 这个动作有助于减少膝盖的压力 首先一只脚打直一只脚呈90度 往后的程度以你可以接受不会疼痛为主 接下来双手自然垂放于屁股后面 这样子大腿前侧应该就会有伸展到的感觉 保持呼吸持续20秒到30秒即可 如果上一个动作没有问题 你可以挑战进阶的动作 从起始位置开始一样慢慢的往后躺着 对保持自然的呼吸慢慢往下躺 对双肩自然垂于地板 保持放轻松一样呼吸保持呼吸20到30秒即可 今天谢谢谢谢Candice给我们这么专业的指导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运动前要注意要咨询医师 请教专业的物理治疗师 让专业的运动教练为您设计运动内容 还要采取循序渐进的运动方式哦 刚才这些动作大家都学会了吗 记得哦 可以免费下载我们为癌有量身打造的 希望护照APP 并且可以设定运动闹钟 养成健康的好习惯哦 如果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打我们的免费咨询电话 有专人为您服务 除此之外还可以上网 订阅我们的HOPE TV 癌症希望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好啦 希望健身房祝大家通通都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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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